字幕君 感覺 全換 藍精靈 感覺畫面上只有左下角一張牌可以流啊 藍精靈 衝哥應該也是全換嘛 他要找織木者跟蝎子 唯獨就看首相可以想一下嗎 看首相打法師 打法師應該是不流啦 應該還是以前期牌面生命魔族 是 想一下有沒有需要防跟退化魔彈 不防 直接平 這邊 跳屁 其實可以想一下有沒有必要站在2-3就對了 他可能想要騙一手嗎 對啊 多拿一張神話手 絕望導演 這個也還蠻有用的因為後面 法師是分段爆發嗎 來了 藍精靈 藍精靈來了 主播可以開賭盤 不要這樣耶 我昨天那個踩在賊客那邊怎麼輸光 天哪 不是我全部輸光懂的都懂喔 這世界上怎麼 賊客一個人就可以決定結果怎麼會有人賭給他 對 也對耶 那不是都他在控制的你沒發現嗎 對不對 拿個驗毒看一下 感覺可以拿抽牌龍嗎 我感覺要拿低費用一點的耶 因為生物不能斷 低費用的話就上去扛傷害嘛 對 其實他這邊最好應該是要拿 四費 或六費 就是四費的那張嘲諷 或是六費輸氣關 輸氣關一定是首選啊 輸氣關我覺得沒得選 血量要夠厚啊 就是牧師打法師 我場攻怎麼樣 不重要 血量厚就好了 抽牌龍可能唯一有個好處 就是待會五費下完巨魔 然後 六七一回可能找個法術做個四 八回是可以去做八加零的嘛 嗯 把那些補血手段也抽一抽這樣 有鳳凰拿鳳凰嗎 嗯 蹲著 鳳凰把後面幾回合其實都安排得很明確啊 包含說他剛剛選那個諾茲多姆 他就是五六順著下嗎 然後七等看是 對面如果有場面 我要直接靜止把場面拉回來 還是又有再進到新的手下 或者甚至恢復看一下都可以 反正靜止在這對決也不好用嘛 嗯 這邊拿一個伸縮包也還不錯 巨魔怎麼解 巨魔其實 就是 還行啦 因為主要是還有 拿到手下 場上還有手下可以站著 頂多讓他叫個 兩隻寶 我覺得原本 原本巨魔會無解啦 但是 有蹲到鳳凰就 有故事 有蹲到鳳凰 有燃卓有寶珠 沒有想像中這麼難 是 而且你先寶珠再燃卓 可以把他生出來那個 就一併處理掉了 衝哥在考慮有沒有補 可以少一隻嗎 不可能補嗎 這個繼續下 一直拍一陣 那個補了節奏讓出去 如果法師真的 那個巨魔解掉還有剩的水晶 變成牧師開始到很危險 哇兩個電火花 兩個電火花 全解了耶 打4加4 好然後這邊也在補 怎麼解大哥告訴你 漂亮雙將 節奏壓滿了這裡 天哪 然後衝哥這邊 節奏斷檔 就是牧師最危險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是法師用一些降過費的小法術解掉 然後你沒有一個新的大生物去壓場 待會如果被直擊丟面具就很頭痛了 對只要被吃到面具完整的傷害 牧師這局大概就走了 就可以看到牧師撐住法師傷害的場 大多數是面具會噴個一半左右 在場面的怪 甚至我要把頂尖爆發都拿去打神 等於說牧師的檯面會發生幾件事情 第一個擋面具 第二個我貼神話 最後壓力太大 對方攪火球來殺我 對 那如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的話 每檯面就很危險 哇這個隨的也不好 衝哥剛剛是賭一手吧 我今天如果 真的之木者還活著 我右手 那個之木者再多丟一個1 不管是恢復還是快速治療 甚至乘疾都可以 我繼續解檯面 繼續拿法術 恢復的話也是香的不行 但我覺得他這樣打也有他的理由 因為 在他的視角已經覺得這樣很劣勢了 鞋子繼續找 這三個也都還蠻難用的 哇 好像只有燕 拿個加2加2吧 對感覺只有燕有用了 可是燙這邊聰明一點的話 是不太會補血的 因為那個大劍是神話 燕最理想的發揮情況就是搭配那個嗎 神話走一波嗎 對或者是今天場面上換過之後 直接補慢 但是打法是不太會有換過之後補慢的情況 是 是 這裡烈焰風暴感覺就有點浪費了耶 感覺這邊是不是套個圈圈然後再看做一些小簡單的結場這樣 喔 手上還有一顆火球 套圈圈先看嘛 然後干擾一下 因為尤其這邊你選鏡像體可以擋久費的龍 這邊應該一定是選鏡像體的 因為沒什麼壓力 所以套圈圈先手然後燃爪一下 這邊就要再想一下了 那就開能量之前繼續拍了嗎 因為也不能再丟面具之類去補炭 他的傷害搶不通嗎 因為其實這個對局傷害很緊繃啊 不能打得這麼少 啊他下這個 就他在下怪唯一的問題就是比較怕神話 OK 鏡像 有拿到一張龍 因為不管衝哥這邊丟什麼東西 大哥拿到就是可以補 補傷害 就是直接往裡面走就是補了 我先抽吧 我記得還有一張退化魔彈 是 而且還有球 就有機會 而且這樣過了嘛 是有機會在這邊叫載 哇 打6 然後還有火球 火球是打8點結束了 結束 剛好 打7點對不起 但是夠了啦 因為我剛才算也是正一嘛 原本算一會打到負一這樣 那 我覺得大哥應該是先面 傷害先 雜一雜 然後反正 因為今天有腦不動解 所以我傷害也不用拿去解關 我腦不動解 兵起來他有神話也沒用 去滾 在做公司 有廉燒 燃燒 操燃燒 燃燒